早上各位觀眾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柏軒 今天是8月1日來到港股連線的時候 上個星期守不住22001這個關口 但是由於一些歐洲那邊的指數做好 美國那邊的指數亦都是令到美國的股子個別發展 今天港股就高開 亦都是擴復到這個升風去到大概300點左右 現在正在22183升291點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會怎樣部署呢 我們又請來我們的衍生工具 部署官陳嘉宗為我們分析志望 繼續早晨 早晨 其實以上星期五的走勢來說 我覺得做一些淡或看落都很合理 因為都在轉瘡位下 但今天回來一開 就衝上轉瘡位 所以就有些淡瘡可能要先避一避 如果避一避就現在上到來這些位置 就可能會避過了最兇險那段時間 主要是甚麼原因呢 主要我們見到就是電訊股 法力和內人內險股都發力的 相反就是你見到內地那邊就好像不是很移動 其實那個市場 但是你見到那個內銀股基本上就提供了很大量的升幅了 剛剛到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除了要做股票分析之外 我們要做這個天理報告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接下來有個風來 就算聽這個天文台那邊說 應該都有機會是會影響到香港的 所以很大可能 明天早上可能會沒事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下午的 因為風可能慢了 那會怎樣呢 那要小心 今天下午我想大概三點多鐘那段時間 有機會那個市場比較亂的 因為那些盤可能 就算有些事情要做的那些 可能今天怕明天做不到 或者都要先走 或者怕要多坐一天貨 那些盤可能要走 或者有些盤可能要先做的 所以都有可能下午的波動性都會大的 那這個大家都要小心 那如果你說你可以查得到的 那即是可以即時查得到的 那不妨進去就先衝一下狼狼 那如果不行的 那有機會 就是可能會夾了一邊的盤上去 那些盤瘡可能都怕被人夾的 那所以有機會都會先走 那這邊就有機會就走一個 波動之中就可能在美市之前 就走一個單邊 那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那這個呢 那這個必必是一個什麼訊號 令大家去看好或者看淡的 那純粹可能有些 就是部署上面有些要改變呢 令到衝了上去或者要先回吐了 那但是你說我現在這個時候就炒上去呢 那今天見到那隻700 那個盤信其實就逆斥了一些的 那這個有一點不舒服的 就是令我不是很想炒上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隻700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就寧願可能 暫時都是不看著或者不做事 即使你說炒一炒上去的 可以但是看到那隻700這樣回呢 那我就怕他先走 又是他先走 就是有機會那次就升勢 升幅有限 而且很多人落後股 那內人落後股也上來 那我就可能偏向就等他夾夠先 那我寧願看看他會不會在高位 在高位計回三八點 剛剛好又是轉倉位 真是下一次轉倉位 那我才做回彈倉 那因為看來都可以走多點數都不少 那你不用介意太遲進去做彈倉 那這個在策略上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在那個 街日時段或者明天開始的情況 會影響到大家的部署 看來現在暫時的風險都是比較大 除了留意指數之外 還要留意天氣 Garry有甚麼特別要補充 去到這個位置 我見到今早見到地位信股炒得上 甚至7.28也挺強的 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我今天即使真的炒 我只能炒兩隻 就是9.41和7.28 所以其他地方暫時都不會跟著 當然我真的要看著 看著即時炒的就先炒這個 不是說是中線 中線我覺得這位置進去的直播率不高 明白 許姊記得 攝到就盡快攝不攝 但就小心一點時間值和風險 除了這兩件事 你還有甚麼需要補充或申補呢 暫時就沒有 各位小心防風 好 講到連線今天談到這裡 下個假月日和大家見面